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大家看公寓 那今天的公寓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身後的帥哥在後面 我們今天來看大家的公寓就是這一間 就是一個算studio也算一房的公寓吧 一個衛浴 那今天的公寓的好就是好在它的地點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已經來了三四組客人來看了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它的好跟不好 不好我覺得就是公寓嘛 就是可能面積的話可能沒有想像中那麼大 但如果以價格性價比來比的話呢 它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為這是這樣子嘛 多少錢買什麼東西嘛 這個東西價格的比較 所以呢我們現在跟大家講講 來我們看看這公寓的細節的部分 來轉一下 OK好 來我們講這細節 這個公寓 來大家看一下 這公寓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接著看 它是有兩面很大的床 兩面很大的床 帥哥在這裡 站街 不是講錯了 等客人 那個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1960年蓋的公寓 所以它的好處就是它的質地呢 就是特別的堅硬啊 就是用那種老式的磚蓋的 然後呢 接著我們帶大家來看這裡 這邊呢 車庫是沒有的 然後有車位 那好處這邊就是 它有兩個樓梯上去 你看喔 這是第一個樓梯可以上去的 OK 這裡還有第二個樓梯可以上去的 那各位想知道一下就是說 這一邊 最特別的是什麼呢 即使是老式的建築裡面呢 它還是有兩個 它還是有電梯的喔 加上兩個樓梯可以上樓的部分 但因為它的地點呢 其實讓它特別特別的 理想 為什麼理想呢 因為它這裡就是最好的孝王 最好的孝王 加上呢 它這裡 鄰居 都是非常非常優質的鄰居 這也是為什麼我常常說一件事情 就是 要跟好的鄰居 鄰居是最好的嘛 是不是這樣說 你看喔 我們這個鄰居呢 隔壁的鄰居 也要 也到時候 他們已經跟我們交代說 他們小朋友念完書 也要賣房子 也要賣房子 所以說到時候 各位 轉過來給我看看 好 那我們講一下這些事情 那這邊的房子其實 這個區呢 真的是特別的好 然後這對面就是博物館 Museum Domain就在這裡 附近最好的學校 也在這裡 這裡不管是公立學校 或私立學校 都是最好的了 就是ACG 有小學 中學 還有幼稚園都有 只有 只要你想要最好的教育資源呢 這裡全部都聚集了 這也是為什麼我說 花小錢 一樣可以拿到最好的資源 不需要花什麼 60萬 70萬 80萬 去找這種最好的學校資源 不需要齁 那很多父母 也不需要花個200萬 300萬 400萬 去找一個想要的 買一間這樣的小公寓 就可以直接達到我們念書的一個 最理想的目的 而且不需要花太多的錢 這是一個比較好的重點 我們看一下裡面的感覺 這個是裡面整體的感覺 真的還是挺有素質的喔 我們再說一下 OK 裡面現在是一個 我們看一下 好 我們到了 我們現在到了這個 公寓裡面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公寓 雖小 但是 大概38平方米 是38平方米 但是全部是實用面積 可以看一下 我們的 整個廚房呢 雖然是五臟雖小 但是 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 是通通都有的齁 方便使用性 都是很完整的 然後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他整個的 聽的部分 因為這個 目前的租客呢 是一個搞音樂的喔 是一個做音樂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搞了隔音年 重點是這裡 很明亮 非常的明亮 你看 特別是在夏天啊 或者是 整個 天氣好的時候 又特有感覺 那整兩個 兩片大窗 兩片大窗 那 基本上我們這裡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 做音樂的 那我們帶大家走一下 這邊 整個感覺 其實沒有很大 但是就是 非常的 實用 非常的實用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後面呢 其實這個大窗 我離開給大家看一下喔 這真的是蠻 蠻不錯的 經濟試用型 給小朋友念書 太方便了 大家看一下 你看這都是窗戶喔 真的 要花到這種錢 買到這樣的 基本上可能性不高耶 我不跟大家開玩笑 然後這浴室的部分 也都是很不錯的 就是真的是 麻雀衰小 武藏俱全 你知道 沖涼啊 廁所啊 就是感覺真的是很不錯喔 然後 對 睡覺的地方 大家看一下睡覺的地方 也是非常非常的明亮的喔 對 那今天這個房子呢 就是 還有一個大家 比較會想要知道說 住公寓 有沒有什麼好處 跟缺點 那 缺點 我們先講講缺點 他這一間 因為是1960年代建的 所以他的戶型啊 他的body coat 反而不貴喔 他的body coat 就兩千多塊 相對於類似 大小的body coat 就是所謂的 物業管理費 其實是高出很多的 他這裡只要兩千多塊 就搞定 所以性價比是非常高的喔 這個是比較難得的地方 那 加上我剛剛說的 他兩面大窗的部分 你看 我們轉一下給大家看 買來做投資呢 性價比很高喔 非常非常高 因為我們的業主 也跟我們明確的說明 他會賣掉喔 大家看到 這是兩面窗戶 你看到沒有 我敢跟你說 你絕對找不到這樣的物件 在這個區間價格裡面 所以我常常說 要給小孩唸最好的學校 需要一百萬嗎 需要六十萬嗎 都不用齁 都不用齁 來看一下這個公寓 這個公寓現在是屬於一個 單身貴族住的 然後 反正你也知道 單身狗住的樣子 其實 這個算很不錯 是個音樂作家 音樂家齁 所以說呢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那我們大家看這個房子的重點就是 窗戶特別的明亮 廚房以及面積大小 其實是非常適合的 非常適合 如果有朋友 就是小朋友來住的話 住裡面 拿一廳 有時候放一個sofa bag 也是可以的 所以就是說 嗯 整體而言呢 性價比很高 我相信這也是 今天帶大家來看這個房子 其實一個很大的一個亮點 因為性價比高 地點非常好 博物館 公園 餐廳 真的 只要走路就可以到 那很多人說 沒車位怎麼辦 沒問題 因為你住在這條街上面 所以你可以跟 console 奧克蘭 console的部分申請 特別parking的permit 80塊錢一年 各位 比你租車位還便宜N多 超級多 所以這就是我跟大家講 很多好的東西呢 其實真的需要人去跟你介紹 那帶你去了解 什麼好 好在哪裡 那今天這個 帶大家看房的這一套房子 基本上 就是地點超級好 學校是最好 旁邊是公園 住來進來 完全什麼都不用搞 而且 管理 物業管理費 也很低 對 然後這個就是馬上在下 11月就拍賣了 然後如果大家有興趣 約個時間看一看這個地方 因為我覺得 可能會符合你的需求 或者是 符合你小孩的需求嘛 對不對 你就不用扎那麼多錢去 去買一個特別特別貴的房子 特別貴的terrace house 這樣的公寓 基本上就解決了所有的問題 那我們大家再走一圈 看一下我們的窗戶 這都是窗其實 哎呀 這都是窗戶 你看窗戶有多大 這就是窗戶真的很大 這種物件真的很少有了現在 因為 已經 不這樣蓋了 已經一般都不會這樣蓋房子的 看一看出來 整個的環境小區啊 真的是沒話說 真的是沒話說 所以想跟大家講一下 好的環境是最重要的 好的環境是最重要的 我們帶大家再走一圈 那我們就走回我們的原點 其實還有電梯啊 只是我不想走 我不想坐電梯 好 這裡也是停腳踏車專用的地方 然後這裡是停腳踏車專用的地方 然後這裡呢還有洗衣房 很方便 看一下整個環境 好那我們帶大家走回來 走回來路上這邊 那我們也帶大家走一下環境嘛 反正都看了 我們就把它看徹底一點 因為其實買房子 除了買的這個公寓之外呢 我們來帶大家走一下 我們就這樣一分鐘 我們看能走到哪裡喔 一分鐘往外走 各位你看一下 一分鐘往外走 唉唷 帥哥在這裡 賭人 不是等人 對OK 然後我們看喔 一分鐘往外走 這是為什麼我想說 要值得 就是說 好的東西 為什麼 要去了解 因為 地點很多人不懂 然後也沒有 像我們這樣做一個 比較深度的一個 深度的一個 去闡述啊 報導啊 的部分 所以就相對更難去瞭解 整個它的 價值的所在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走出一分鐘 我們看我們到哪裡喔 一分鐘走路 大家會很surprise喔 OK 一分鐘的走路 OK 你看到沒有 只是走一分鐘喔 我們已經到一家 很有名的餐廳了喔 來 我給大家看一下 一分鐘的走路 我們已經到了後面 各位看一下 後面這個餐廳呢 這個地方 這個叫Foundation on George 已經是一個很出名的咖啡了 很出名的咖啡 OK 那這條街有什麼了不起呢 跟各位講一下 這條街 這條街的一個好是什麼呢 這條街本身呢 它的有ACG的私下 很多家長都扒著進去的私下 就在這裡 它有小學 中學 還有高中 全部包了齁 全部都有在這裡 然後呢 就在對面 這裡而已 往上走上去呢 就是公園 往下走下去呢 就是New Market最繁忙的地方 這裡游泳池 健身房 電影院 游泳池 健身房 電影院 全部都在這邊 游泳池 健身房 電影院 都在這邊 就是這麼方便 你看 我只走出來一分鐘 然後這邊 你看到這個新的 這個新的 新的這個 建築物 那個是現在 在這個區 最高檔的養老院 最高檔的養老院 然後等一下我們 就基本上 你看 你看 我只是走出來一分鐘喔 所以大家有明白嗎 我們在 我們再走多一分鐘上去 跟大家看一下 再走多一分鐘 你能到哪裡 我們帶大家走一走 感受一下 走多一分鐘 能走到哪裡 喔呀呀呀 好 各位 你看 我剛剛說的這個 Foundation on George的餐廳 又在裡面 私校 各位講 如果你們真的是 想要小孩來上私校 又真的是超級 不想要 再來再去的話 這裡啊 買這裡就直接 走到這裡 三分鐘吧 走路歸宿 三分鐘 就走到了 你看一下喔 這邊就是 我們所謂的 奧克蘭的 博物館 走路五分鐘 從那邊 走路歸宿五分鐘 你看 我們現在就帶大家走去那邊看看 因為 買房子嘛 其實房子看起來看去都差不多 但是就是 周遭環境 才值錢嘛 不就是這個重點嗎 來我們帶大家走到 你看喔 走到 走路五分鐘 能走到什麼東西 這是大家買東西 想要知道的 方便性 最重要的 那我覺得 我就帶大家走一圈 這種東西 看一下這裡 如果呢 老婆要生小孩的話 生小孩 一般這裡有一個 就是 小孩出生之後 他們會在這裡 這裡就是 養 養胎 不用錢的喔 來紐西安 生小孩是 不用錢的 政府出錢喔 那我剛剛講的 Primary School 走路就到了 然後你給小孩 或媽媽來 你也不要花兩百萬啊 花個三四十萬 四十幾萬 就搞定了 你看喔 轉一下給大家看 ACG Paniel College Primary School 各位看到沒有 Primary就在這裡 對不對 然後 他的Senior的Camp 就在下面一點 走路也是兩分鐘 然後 然後 我們再給大家講 這有什麼了不起呢 Domain就到了 走路 就幾分鐘的事情 就在這裡 看到沒有 都是草 各位看到沒有 你們看到了嗎 然後 ACG的學校 就在這裡 然後 這就是 最大的一個公園呢 之一 奧克蘭 的博物館 你看 就是這麼的方便 這個叫深度介紹了嘛 這叫完全叫深度介紹 所以大家能感受一下 就像這邊的話 基本上 講實在的 地點實在是沒得挑 但是很多人就不懂 去感受這些東西 就是說 考慮的點不夠完善 所以 就是基本上 比較難找到 滿意的 那我們會根據一些 比較 完整的資料 提現給大家 然後 我們現在 就帶大家走一下 你看 這東西不是我說的啊 Museum 就在後面了 Museum 就在後面 所以 真的是很不錯 反正 就帶大家看看嘛 紐西蘭 等一下我們大概 兩點多 還會 還會有一場 帶大家看另外一個房子 是連排的 然後 地點就在 也在中區 比較東 偏東一點的部分 那邊的感覺 就沒有這裡 就完全不能比 因為完全是 不同兩個性質 那我現在就往 往公寓的方向走 我們大概還有 大概十分鐘就會結束 這個 今天這場的一個 open home 所以呢 你看我們就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種東西就是 深度的看房呢 我們可以有深度的了解 那我們今天想說 如果我們花個四十萬 左右 或三十幾四十萬 來買到這樣的房子 其實性價比高嘛 各位 我跟你講 如果你為了給小孩 最好最好的學校 這一間就是 你能買到最好價格的 好 謝謝 謝謝 大家很好 還有禮貌 真的啊 你看 就真的是很不錯 你要過個馬路 人家停給你過 對 然後我們基本上 所以說 如果是以一個 你小孩上最好學區 的公寓 然後適合的面積 不管是工作 上學 上 中學 高中 大學 這裡 都是無敵方便的 即使想在路上 租一個車位 都是很便宜的 這就是我想說的 不一定要花大錢 選擇很多 只是你有沒有遇到 對的人 可以幫你介紹一些 對的物件 這間是我們剛說的 Foundation on George的部分 這個餐廳 是個非常 呵呵 真的很好吃啊 我也常來這裡吃 你看 感覺很好的 這裡 很漂亮 基本上帶大家遊街了 OK 看我們就花了兩三分鐘的時間往回走 又走回來了 所以大家有明白了嗎 我們今天介紹這個公寓 你看我們只是花了短短的大概不到十分鐘的時間 我們已經走到公園 走到小學 中學 還有高中 就真的只是五分鐘的事情 五分鐘你可以走到這麼多學校 如果是私校的話 好不好 那如果是公立學校 這裡有很多大把 都是最頂尖的學校 這是我們想跟大家說的 花小價錢 小代價 得到牛西蘭最好最好的學校資源 就是這一間 OK 那我們今天要做一個結尾了 我們也帶大家 遊車盒 遊了一段時間 對 那如果有需要資料的 再跟我諮詢吧 我想要了解的 再跟我諮詢 然後 來我們在開 在開頭的地方 做一個結尾 就是我們開頭的地方 你看我們 賣房子 所以我們賣房子 就跟大家做一個深度的介紹 那如果不管是你要買房子賣房子 看一下我們這個Facebook 或看一下我們的YouTube 基本上會對你在整個紐西蘭買房子 或賣房子 得到最即時的訊息 我相信這是你需要的 你需要的不是一些 加油添醋的 的資訊 你需要的是真真實實 的資料 可以用的 所以這也是我們 也謝謝大家就是 看我們的臉書 或者是YouTube的頻道 那我們在這裡 我在這裡也會持續的 對 update大家資料 好不好 謝謝大家的時間 OK 我們等一下再看別的